我和顾周结婚四年,她出轨了两年。 那个当初我在舞台上遇见的人,却一心想折断我的翅膀。 问,丈夫不支持我做我喜欢的工作还百般阻挠怎么办? 答,换一个就好了。 等我麻溜地收拾好东西准备离开时, 她居然说找小三只是为了试探我爱不爱她。 我气笑了,顾周你是没长嘴吗? 长嘴了,不知道直接问请捐给有需要的人。 舞蹈剧声息的中赛,我拿到了第一名。 宣传上说过选拔完后会在现场签约。 可是我在座位上等了许久许久, 直到最后人员散尽,也没得到去签约的通知。 又是这样。 我掐着掌心,静止去了后台。 孟佳宁和导演正嘻嘻笑笑地交谈正欢。 她身边站着的另一个人,是我的丈夫顾周。 她看见我,神色不悦地醋美。 我过去问,导演,不是说我是女主的最佳人选吗? 导演看了我一眼,刚刚看完孟小姐的表演,我觉得她更适合女主角。 孟佳宁表演得并不好,甚至是连基础动作都做错的程度。 我扯扯唇角,淡淡道,是吗? 连基础动作都有错的女主角吗? 孟佳宁娇声娇气地说,江姐姐,做女主呢,不只是要动作完美,还要有情绪。 导演觉得我的情绪更好。 我吃笑,选拔的是舞蹈演员,连最基本的舞蹈动作都做不到,再多的情绪有什么用? 我转而问导演,您刚刚不是才说,不会对资本低头的吗? 正是因为他们大肆宣扬的公开选角,我才鼓起勇气来试。 结果还是敌不过背后的暗箱操作。 江安,够了。 一直在旁边冷眼看着的顾周突然开口。 够了,凭什么就够了? 你知道我为了这次比赛准备了多久吗? 你知道我做梦都想登上那个舞台吗? 我情绪有些失控,几乎是在冲他吼。 顾周神色冷淡地看着我,佳宁挺喜欢这个角色的,我送给他玩玩。 一口一个佳宁,好像他才是顾太太一样。 也是,估计他也快试了。 我后退了两步,笑着摇了摇头,行,行,你们婊子配狗,天长地久。 顾先生,记得回去把离婚协议签了呀,早日娶你的小甜心进门。 啪,一个耳光甩在了我脸上,脸颊火辣辣地疼起来。 我忍住快要夺框而出的泪水,抬手想扇回去。 大抵是没想到我会还手,顾周居然就这么结结实实地挨了我一巴掌。 下手太重,掌心有些麻。 这是顾周第一次打我,也是我第一次打顾周。 我使得劲比好像他大多了。 看着顾周的脸以肉眼可见的速度红了起来,我心里倒是畅快了不少。 孟佳宁忙忙慌慌地捧着他的脸,还不忘骂我,江安,你怎么能打人呢? 还下手这么重,你也太恶毒了。 我甩了甩手腕,气得想笑,怎么? 你眼睛瞎了呀,谁先动手的没看见? 顾周摸了摸被删红的脸,看向我的眼神变了变。 我扯扯唇角,玩耳一笑,要不要我赏你的小情人一个巴掌? 你! 顾周没插嘴,孟佳宁倒是急着出来说话,就你这样,难怪阿周不喜欢你。 我仰手,哦,他喜欢你这样的,喜欢被人打的。 来,我助人为乐给你一巴掌好了。 手还没动,就被人捉住了。 顾周扣住我的手腕,冷冷道,你别不知好歹,离婚可以, 等江家欠顾家的钱全部还清。 不过,我看你爸那副死期白赖的样子,估计这辈子没法还清了吧。 江家确实欠顾周很多钱,可那也是他故意的。 如果不是他每次都给我爸一点点希望,就算破产了, 江家也不知会落魄到全靠他接济的地步。 我苦笑,这么讨厌我,还要拿江家困着我, 也没法给你的小情人一个名分,有意思吗? 他低笑,嗯,有意思,有意思地紧。 我用力一阵想甩开他的手,哪曾想他根本没握紧。 整个身体向右边倒去,我踉跄了两步,还是没站稳, 就这么摔在了地上。 我微微仰头,顾周冷卓眼垂眸看我, 孟家宁故作吃惊地无嘴偷笑,导演和其他工作人员围上来, 细细诉诉地不知在说些什么,真是丢脸。 方才还是所有人都以为的女主角,站在舞台上偏然起舞, 不过只是一小会儿,就沦为了笑柄。 我低头,缓缓呼出一口气,双手撑着地面站起来, 眼泪有些不受控制。 我胡乱抹掉滑落的泪水,保持着最后一丝尊严, 挺直腰板走出了房间。 顾周当然不会跟上来。 估计他现在挣一手抱着孟家宁,笑得开心。 天空黑洞洞的,就像我的人生一样。 我仰天叹了口气,脱掉舞蹈鞋提着,光脚走在路上。 这双脚真的很丑,长期的训练受伤几乎让他畸形, 可是因为热爱,我都能忍受。 五岁那年,看着屏幕里身姿优雅的身影, 做舞蹈演员的这个梦想,就刻在了心里。 可是因为嫁给了顾周,这一切都毁了。 他不喜欢我上台表演,更不想让我从事这方面的工作。 他只想让我乖乖待在家里做顾太太。 确认过无数次这次选角是公开的, 我才有勇气再试一次。 可最后还是失败了。 我很累,回到顾家什么也没吃, 直接倒头就睡。 我是被顾周揪着后领提起来的。 他目光森寒地看着我,将一碗粥放在床头柜上。 想找死吗? 胃不好还不知道吃东西。 我看着他笑了一下,不陪孟佳宁了。 顾周将我的碎发别到耳后, 淡淡道,今天打你是我不对。 但离婚这种话,我不希望听到第二次。 我笑笑,你没什么不对的,你一直都是对的不是吗? 顾周看着我,你知道的,我不喜欢你在舞台上跳舞。 如果你敢背着我再去参加这种比赛, 我保证,这次绝对不会是最后一次。 这就是顾周,蛮横,霸道,不讲理。 我笑了,那为什么孟佳宁可以? 他默了默,淡淡道,他不一样。 有什么不一样? 不过就是,他是他心肩上的宝, 所以他想要的他都要亲手捧到他面前。 我扯扯唇角,这么喜欢他,怎么连个名分都不给他, 还是说担心我分离婚财产。 那我净身出户好吧。 江安。 顾周低吼,大手牵住我的下巴。 我刚刚才说过让你别得寸进尺。 我看着他暴怒的样子,突然觉得很好笑。 对付讨厌的人就是要让他滚得远远的才好吧。 顾周,你是受虐狂吗? 下颌骨很疼,他下手的力道一点也不轻。 我就这么笑着看他。 良久,他终于收回手,将周端起来咬了一勺, 放在唇边吹了吹。 吃! 我别过头。 顾周将我的脸掰正,将周强行塞进我嘴里。 我被呛到,趴在床边咳得面色通红。 等我好不容易缓过来,他将周塞我手里。 淡淡道,你爸今天又打电话来要钱了。 他笑笑,将是现在就是个空壳, 你家除了依靠我,还能依靠谁? 我垂谋,早该倒闭了。 若不是你一直给一口气吊着,我爸也不会抱着幻想集团能起死回生。 股份那些都卖了,拿点钱做点小本生意多好,也不用搞得那么累。 顾周单手撑着下巴,若有所思地看着我,可是你爸偏偏放不下, 所以你现在也别动离婚的心思。 不然我断了给僵尸的支持,你爸那要强的性子会做出什么事谁也不知道。 他在威胁我。 我其实一直很不理解顾周为什么要娶我。 若是在僵尸没垮之前,他和我的婚姻尚且算得上是联姻。 可是现在僵尸垮了,他非但没有和我想象中的一样, 非速把我踹掉和孟佳宁结婚,甚至还拦着我不让我离婚。 我端起手中的周大口大口地喝起来,眼泪掉在了周里,有点咸。 我吸了吸鼻子,把空丸反过来给他看。 喝完了,我睡了。 顾周没说话,又过了两酒,我才听见房门关上的声音,身体控制不住地颤抖。 其实我喜欢过顾周。 大三的时候,学校请校友回来宣讲,来的人就有顾周。 我跳了一支开场舞,却在目光不小心对上他的时候,崴了脚。 我一直是舞蹈专业的第一,老师这才让我上场表演,没想到闹了这么大一个乌龙。 我捏紧拳头,脑袋里乱糟糟的一团,正想着怎么和老师解释才好。 一只手突然出现在我面前。 他冲我笑笑,还能起来吗? 我迅速修红了脸,可以。 半推半就地握上他的手,我就这样在他的搀扶下走下了舞台。 后来我终于如愿嫁给了他,可是那个我在舞台上遇见的人,却折断了我的翅膀。 我如顾周所愿,安安分分地在顾家坐着顾太太。 无聊的时候,就跑到衣帽间的大镜子前,对着镜子练舞,想象着我站在灯光璀璨的舞台。 我爸打电话,叫我今晚和顾周回去吃饭。 刚结婚那会儿,我们是一周回去一次,可是后来随着江家的衰败,顾周一年都懒得和我回去一次。 晚上吃饭的时候,我和他说了这件事。 我很体贴地表示,我知道你忙,我自己去,我只是礼貌地替我爸问问。 顾周看了我一眼,今天恰好有空,一起回去。 虽然惊讶于他,居然会同意和我回去,但也没有多问。 饭桌上,我爸一而再再而三地旁敲侧击顾周是否能再给江氏一些资助。 我才吃了两口,就被我妈以各种理由扯到了房间里。 小安,你肚子这么这么久了,还没动静。 我上次给你的药你吃了吗? 一进门,我妈就扯着嗓子问我。 我当然没办法跟她说我和顾周分房睡已经很久了,能有孩子就怪了。 你爸现在生意不景气,全靠着顾周支持,她现在正是精力旺盛的时候。 你不怀个孩子绑住她,指不定哪天别的人就怀上了。 我妈看起来真的很着急。 我能说她已经在外面找了别的小三了吗? 而且,找的还是我大学同学,还是我最讨厌的那一个。 我咬唇,你们还这么吊着,有什么用吗? 那是你爸一辈子的心血。 怎么可能说放就放? 在那挨了好一顿说觉,我才被放出来吃饭。 他们似乎每个人都忘了,今天是我的生日。 我还以为是因为想给我过生日才回来的呢。 我自嘲地笑笑,吃了两家菜就要回去。 离开的时候,我妈还在拼命给我食颜色。 我转头不去看她,有些颓唐地靠在座椅上。 有人打电话给顾周,不知道她是不是故意的,居然开了免提。 一个娇滴滴的女生传来, 阿周,你说过要来给我过生日的。 哦,差点忘了,孟佳宁和我同一天生日。 顾周不记得我的,却独独记下了她的。 我闭眼不说话。 顾周哄道,嗯,记得,这边忙完了就过去。 孟佳宁问,那你买生日蛋糕了吗? 她轻笑,当然买了,我怎么会忘了你的生日呢? 她显得很高兴,我就知道阿周最好了。 两个人又腻歪了好一会儿,顾周才挂断电话。 我睁开眼,伸了一个懒腰,放我在这里吧, 你赶紧开车去见你的小情人。 顾周看着我,眸色暗淡,你不想说些什么吗? 我笑得随意,那,祝你们玩得开心。 她面色一冷,猛地把车停下,下车。 我笑笑,不用你请,我自己下,玩得开心哦。 我笑容灿烂地解开安全带,一蹦一跳地下了车。 顾周也没有丝毫地留恋,直接开着车扬长而去。 呼,我输了一口气,拿出手机打开电筒。 不喜欢顾周后,日子好过多了。 以前我不会做饭,为了她不知道切伤了多少次手指。 我天天晚上等她回来吃晚饭,她却和孟佳宁在外面日日逍遥。 甚至有一次我打电话过去,只听到孟佳宁娇娇的呢喃声, 姜姐姐呀,阿周在洗澡呢,估计晚点才会回去。 所以我不喜欢她了,毕竟喜欢她太难受了,我又不是受虐狂。 走了没多久,我就后悔了,应该过段路再下车的,现在这个路段不好打车。 走走停停了好一会儿,我决定直接拦车。 好不容易路过一辆,车主摇下车窗,毫不客气地说, 小姐,你知不知道这里不能停车? 我故作柔弱道,哥,你就行行好,我脚都要走断了。 我给你十倍的钱。 她上下打量了我一会儿,无奈道,上车吧。 我心花怒放地拉开车门上去。 才刚坐好,前面的人便悠悠道,姜安小姐,好巧啊。 我一脸震惊,扒着后座探出个脑袋去看她的脸。 长得倒是蛮帅,但是我并不认识啊。 我疑惑地问,你是? 她轻笑一声,秧大的,和你一个学校。 我继续问,不是,我是问你怎么认识我。 她笑道,我们那一届有不认识姜安小姐的吗? 舞蹈专业常年的第一,每个节日都有读舞,还有,央大同学们撕下评的笑话。 原来我在学校还勉强算得上个风云人物啊。 我侧耳继续听。 她继续道,不过我认识姜安小姐,倒是因为姜安小姐要强的性子。 这一句话又把我说猛了。 有一次我在操场上打篮球,不小心砸到了你,你气势汹汹地抱着篮球过来,要我道歉。 我想看看,不道歉会怎么样,结果姜安小姐直接把篮球往别处一扔,扔得好远。 还有这回事吗?我怎么什么都不记得。 我尴尬地笑笑,她微微侧头,两个人的视线就这么对上。 男人的谋色极深,像随时能把人吸进去的漩涡。 我默默收回脑袋,问,能问问你叫什么名字吗? 裴洛云。裴洛云,好像学校里是有这么一号人。 我默默在脑袋里回想大学时的事,姜安小姐丈夫不来接你吗? 她突然问,磕,我干咳一声,她忙,她忙,大晚上地放你一个人在打不到车的路段走。 我怎么觉得是她把你扔下的呢? 我尴尬地扯扯唇角,那啥,吵架婚变什么的,再正常不过了吧。 嗯,她淡淡地应了一声。 这个角度,我好像看到她若有肆无地扬起了唇角。 去洪山馆31号,我知道。 她怎么什么都知道。 我有些疑惑,考虑到毕竟还坐着人家的车, 我又默默把所有疑惑都咽了下去。 车没有直接开到那里,而是停在了中央的购物广场。 她下车,姜安小姐,我需要去买点东西,你可以等我一会吗? 我不想麻烦她,急忙到,不用了,这里好打车,我把钱给你,我去打出租车。 她淡淡一笑,可我就想姜安小姐坐我的车。 怎么感觉,氛围怪怪的。 我点点头,这样啊,那也行,那也行。 裴洛允笑笑,将车锁了才离开。 要不是她开的车价值不菲,我真的会怀疑遇上了谋财害命的劫匪。 将心中的不安赶走,我迷迷糊糊地靠着车椅睡觉。 好在她没过多久就回来了,手里提着一个草莓蛋糕。 我问,谁过生日吗?她将蛋糕递给我,轻声道,姜安小姐,生日快乐。 原来还有人记得我的生日啊。 我接过蛋糕,有些没出息地想哭。 你怎么知道的? 她玩耳一笑,我说过,姜安小姐是学校的知名人物,我知道这些也不足为奇。 当时知道可能没什么,可是如今都毕业快三年了,她怎么会还记得? 我男男道,你记忆力真好。 将我送回白石馆,我从钱包里拿出钱递给她。 她笑着看我一眼,姜安小姐是觉得我是缺这点钱的人吗? 好的,那谢谢啊。 我把钱又收回去。 她问,姜安小姐现在不跳舞了吗? 我动作一将。 她继续道,像姜安小姐这么有天赋的人,我一直以为你将来会成为知名的舞蹈演员。 我扯扯唇角,低声道,我倒也挺响的。 可是我现在连登上舞台的机会都没有。 裴洛允认真的看着我,我一直很欣赏姜安小姐的舞蹈,如果不介意的话,姜安小姐可以为我再跳一支吗? 怕我不答应,她又道,就当我送你回来的谢礼。 行,我答应得很爽快,我也很想有观众。 将蛋糕放下,我缓步走到路灯下扯群行了个开场礼。 暖黄的灯光从头顶倾泻覆满纱裙,我垂眸,像以往练过的无数次一样,动作轻柔地跳完了一曲。 裴洛允由衷地为我鼓掌,赞叹道,姜安小姐美得不可芳物。 我过来将蛋糕提起,又向她鞠了一躬。 谢谢你,我今天挺开心的。 她笑笑,又给我递了一张名片,我今天也很开心。 恰好我公司最近在投资一个舞蹈剧,姜安小姐若是不嫌弃的话可以联系我。 其实,说不动心是假的。 我有多想站上舞台,只有我自己知道。 我将名片捏在手里,又到了声泄才离开。 顾家别墅的灯居然是开着的。 我看了眼手表,也不过十点半,我还以为她要彻夜不归呢。 我推开门进来,就看见顾周目光阴沉地坐在沙发上,桌子上放着一个蛋糕。 我当没看见,准备绕过她离开。 姜安。 顾周突然叫住我,你手上的蛋糕哪里来的? 我被气笑了。 怎么,容得了她给小三买蛋糕,还不许别人送我了。 别人送的? 别人是谁? 你管我是谁? 我没好气地说。 顾周按了按眉心,强压住怒气,过来吃蛋糕。 不吃了。 我准备溜上楼。 她冷冷道,之前我和你说的话你都忘光了。 这就是你依附我的态度吗? 我耐着性子走过来,在她面前坐下。 怎么? 给孟佳宁买多了,顺便赏我一个。 顾周冷笑,不然呢,你觉得你配吃吗? 是,我不配,搞得谁稀罕吃似的。 害怕她又去我爸妈那施压,我想了一会儿,还是打开她买的蛋糕,胡乱往嘴里塞了两口。 谢谢您的施舍。 顾周脸色一阵发白。 我笑笑,下次她不要的你就不要带回来了,我也不是回收垃圾的。 在她发作的下一秒,我飞速提着蛋糕跑进自己房间,降门反锁。 我和顾周的关系到底是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呢? 好像在孟佳宁出现之前倒也算得上和谐。 那时我喜欢她,她虽然不算很喜欢我,但对我的尊重还是不会少的。 也不会阻止我去追寻自己的舞蹈梦,甚至还会在台下看我演出。 好像自从某一次演出过后,她就变了,加上僵尸的日渐衰败,她就此私自操控了我的人生。 但关系破败的关键点,还是她和孟佳宁的事。 我看着白晃晃的天花板,默默叹了口气。 我还是决定去参加裴洛允说的那个舞蹈剧选拔。 我搜了一下裴洛允说的那个舞蹈剧,是同期和生息竞争的另一部大制作,叫《隐落》。 我偷偷摸摸地出了门。 当然不能让家里的司机载我,顾佳除了我自己是谁也信不得的。 裴洛允在外面等我。 她似乎很高兴,目光落在我身上就没离开。 我有些不自然地摸了摸脸,问,我怎么了? 她淡淡一笑,没什么,只是觉得江安小姐很美,人对美的事物就会想欣赏。 好像许久没有人夸过我美了。 即使我知道自己是好看的,但是在面对顾周一次次的背叛和孟佳宁的挑衅里, 这份自信也渐渐被消磨殆尽。 我脸一红,低声道,谢谢。 和生息的公开选拔不同,隐落是内部选拔。 表演完后,裴洛允拿过薄毛毯披在我身上。 我问,怎么样? 她笑意温和,我从没有见过比江安小姐更完美的舞者。 血液好像翻涌起来,整个脸颊都在发烫。 我好奇地看了她两眼,裴先生对谁都这么会撩。 她没忍住笑了,实话实说而已。 最后的女主选角是我。 我激动地站起来,没搞错吧,可以签合同吗? 裴洛允按住我的肩膀,柔声道,不用这么着急,确实是你。 导演和制作人,包括投资的股东都对你很满意。 好,之前快签合同时被抢角色,确实给我带来了不少阴影,好在这次签约很顺利。 裴洛允送我回去,我一路上高兴地在哼小曲。 她唇角含笑,就这么静静地看着我。 我突然就不敢唱了,拘谨地端坐着。 迟来多年的紧张感,又一次扰得我心慌意乱。 自从上次生日那件事后,顾州就不怎么回别墅。 她还以为自己冷暴力那一套能够拿捏我呢? 毕竟她之前每次不回家的时候,我都要小心翼翼地给她打电话。 而她呢,总是一副不耐烦的样子,没什么事就别打过来,很烦。 我问她,那什么才算是有事? 我生病了,算不算有事? 慢性懒尾炎疼了我一天一夜,还是救护车把我拉着去的医院。 快死了再打过来。 旁边还有孟佳宁的叫声,阿周,谁啊? 她冷冷道,没什么,一个死缠烂打的骗子。 那时候,她对我的评价是死缠烂打的骗子。 我也搞不懂自己到底是哪里骗了她,落得这么个评价。 电话里不断传来挂机的嘟嘟声,我垂眸看了一眼时间,凌晨一点三十五分。 她大概率是被我的电话吵醒的,所以这么不耐烦。 不过我也不关心了。 从那天以后,一颗赤诚地爱着顾州的心,开始渐渐熄火。 直到现在变成一滩死灰。 直到陨落的宣传视频和海报发出来,顾州才火急火燎地赶回了顾家。 我照例反锁着房间门。 顾州一直暴躁地拍门,到最后甚至换成了脚踢。 砰砰的砸门声有些吓人,我悄悄穿了把剪刀在袖子里。 没打算真的捅她,但万一她又要打我的话,那我也不会客气。 毕竟之前被她扇过耳光。 顾家门的质量还真是好, 愣她在外面发了快半小时的疯,门都没有被踹开。 等她平静下来些,保姆才敢把备用钥匙拿给她。 此刻的听觉格外灵敏,甚至锁孔的喀哒声我都能听见。 她盯着我,冷冷道,要不你自己去找负责人毁约,要不我替你毁约,你自己选。 我看了她一眼,毁约要赔好多钱,我可没钱。 顾州冷笑,是顾家养不起你吗? 你不需要考虑钱的事情。 我要是不想呢? 我和她抵嘴。 她气笑了,江安,你是真把你自己当个什么东西了吗? 你现在吃的,用的,包括江家的一切,哪样不是我给的? 你觉得你有选择的余地吗? 我默了默,淡淡道,你也没给我出去挣钱的机会。 和我同期毕业的几个同学现在几乎都是舞蹈演员或者老师,演出一场戏片酬成千上万。 大学的时候,我是比所有人都优秀地存在。 可是现在,我是被困在笼子里金丝雀。 所有的命脉都被顾州掌控着,我拼命地挣扎,换来的是一次又一次变本加厉的打压。 我叹了口气,为什么我就不行? 你抢了这么多本属于我的机会给孟佳宁,我现在的角色和她没有冲突了,为什么你也要来抢? 顾州冷笑,在台上跳舞是什么光鲜的事情吗? 你知道不知道台下的男人都在议论什么,都在意淫什么? 我有些气不过,为什么做什么事情都要畏首畏尾地在意别人的评价。 你不在乎,我在乎。 顾州脸眉,只要你还是顾太太的一天,你就别想登上舞台。 这次争吵以顾州的砸门而出告终。 我被顾州锁在了家里,大概是他去和那边的制片人谈了,他们不愿意换掉我。 所以他把手段放在了困住我上。 我没哭也没闹,甚至每天好好吃饭,仍旧在房间里坚持练舞。 顾州大抵是觉得有些不对劲,这几日竟没有去陪孟佳宁,反倒日日守着我。 我加了一块鱼肉正在小心翼翼地挑刺,他问,想开了吗? 我淡淡道,好好吃饭才有力气练舞。 裴洛允和我联系过,他说只要不是我亲自过来说放弃女主,这个位置会一直给我留着。 顾州他要锁我就锁好了,反正我有的是办法溜出去,而且我溜出去了绝对不会再回来。 我爸那边他之前打电话和我说过了,江氏集团现在接到了一笔大资金,真正足够让集团起死回生。 和顾州每次给一点点资源调着不同,这次的雇主是真的大方。 我爸甚至在电话里和我说,你要和顾州离婚就离。 顾州那家伙别以为我看不出来,他压根就不想僵士起来。 唯一的顾虑都没了,我还怕什么?我表现得越正常,顾州心里就越慌。 他开始频繁地带孟佳宁来顾家,最后索性让他直接住在了这里。 这样更好,省得我搜集证据麻烦。 每次见着我,孟佳宁总是一副柔弱可欺的可怜样。 江姐姐,你是不是要和阿周离婚了呀? 我笑着说,可别叫我姐姐,我是班上最小的学生,比你还小两岁呢。 你一口一个姐姐,叫着不害臊吗? 有时候顾州在的时候,我还要特意问两句,你们在一起快两年了吧? 好像是我们结婚第二年,就被我发现了。 顾州看我的眼神有些复杂,你还记得这么清楚。 我出言讽刺,那你们感情还挺稳定,比我这个正牌顾太太还稳定呢。 带着小三来家里,顾州你还挺行。 他大抵以为我是生气了,居然笑了出来。 一切准备就绪,我终于决定开溜了。 顾州给我买的东西,我一件也没有留,只带了几件我喜欢的舞蹈服。 正当我满心欢喜地计划着我的大夜的时候,顾州居然进了我的房间。 我忙把收拾好的行李藏在床下,故作无事地哼歌。 他过来坐下,你最近心情好像很好,能不好吗? 马上就要能离开了,到时候起诉离婚,加个他出轨的证据,他大概率就可以滚了。 我玩耳一笑,孟佳宁还在房间里等你呢? 来我这做什么? 吃醋了。 他问,我吃你个头的醋。 他双手捧住我的脸,早这样多好,就说你吃醋了,生气了,而不是表现得无所谓。 顾州今天有些奇怪,见他没有出去的意思,我扒下他的手指了指门,你不走,那我走。 虽然表现得那么决绝,但我内心慌得要命。 要是他赖着不走,我的逃跑大计岂非要落空。 顾州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,眼里有些我看不懂的情绪。 他并不放手,转按着我的肩膀往怀里带。 我浑身一僵,挣扎着想要起来。 他抱得好紧,我根本动不了。 顾州下巴抵着我的肩,说道,不要去跳舞了,顾家什么都给得起你。 他今天真的太反常了。 我僵了僵,淡淡道,不,我想要站上舞台,想要成为优秀的舞蹈演员,这点,你给不起。 呵,顾州终于放开了我,眼神冷冷地上下扫视我。 我被盯得浑身发冷。 他眯了眯眼,冷冷道,你是不是很喜欢在台上万人注目的样子。 我顿了顿,缓缓点头。 他呼得笑了,就像多年前在央大跳开场舞一样,去吸引别人的注意力吗? 我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要提到那件事。 顾州没在说什么,只是盯着我看了一会儿,丢下一句莫名其妙的你再好好想想。 就起身离开了。 神经病啊! 我醋眉,在心里默默骂了一声。 我松了一口气,又趴下把我刚才踢进去的行李一件件扒出来。 月黑风高,适合逃跑。 到底是在顾家住了四年,我对这栋房子的了解程度不比顾州少。 顺利坐上裴洛云的车,我拍着胸口长舒了一口气。 江安小姐现在很像在和我私奔。 我怀疑她是故意说这些让人误解的话。 我故意回她,难道不是吗? 裴洛云轻笑两声,那我现在可以叫你陪太太吗? 我震惊地侧头看她。 裴洛云眉目含笑,起唇道,陪太太。 五雷轰顶大概就是我现在的感受。 我尬得浑身一颤,准备打哈哈过去,你还真是会开玩笑,哈哈哈哈。 裴洛云抬眼看了我一眼,笑笑没说话。 不知道顾州发现我不在了会发什么疯,我也没空管她。 进组排练后我就住在了剧组里,这里保安工作做得很好,又不是她的视力范围,想尽也进不来。 终于到了正式演出那天,观众开始陆陆续续地进场,换好妆发后, 我躲在后台偷看观众入场。 舞台的灯光璀璨,台下的观众乌泱泱的一大片。 四年了,我终于可以再次站上舞台,终于不是我一个在衣帽间的独舞。 表演分为四个部分,分别是希望、失望、绝望和陨落。 中间换了四套服装,我和对手演员配合得很默契。 两个小时的演出,我却没有觉得有一点累。 羡慕的时候,台下掌声轰鸣,眼角有诗意。 我本就该站在灯光璀璨的舞台,用舞蹈赢得他人的赞叹和掌声。 回到后台,工作人员无不再讨论这次表演的成功。 裴洛允首捧着鲜花迎接我的归来。 他说,天生属于舞台的人,就该站在台上发光。 我抱着花,很没出息地哭了。 门外有嘈杂的吵闹声。 我大致听出了那是顾州。 裴洛允问,要赶他走吗? 我摇摇头,法院传票应该到他手里了。 我跑出顾家后,每天都在组里专心练舞,提起了离婚诉讼后,就没再管他和孟佳宁。 倒是孟佳宁在不久后,找到了我的联系方式,打了电话给我。 我以为他是来向我要舞扬威,哪曾想他在电话里哭得梨花带雨,劝我回到顾州身边。 我一整个蒙住,嘲讽地说,怎么? 顾州又找小四了。 孟佳宁一边抽烟,一边说,阿州,不,顾总说,让我联系你姐事,你别不理她了。 我醋眉,姐是什么? 她哭着说,我们现在都分开了,你放心,我不会来打扰你们的,我再也不会乱说了。 无语了,我懒得听说什么,直接关断了电话。 没想到孟佳宁找过我,现在顾州也来了。 见我出来,顾州终于停止了闹事。 她冷冷盯着我,江安,和我回去。 我向裴洛允挥了挥手,示意我想和顾州单独谈一会儿。 没过多久,偌大的后台只有我和顾州两个人。 我已经提起了诉讼离婚,还有你出轨找小三的证据。 我觉得你现在赶紧找个律师比找我更有用。 顾州吃笑,我和孟佳宁,我们之间根本没什么,你那些证据又有什么用? 原来还真有这么厚脸皮的人。 出轨了孟佳宁两年,居然还有脸说他们之间什么关系都没有。 我笑笑,有没有用不是你说了算,当然,也不是我。 江是现在可不靠你,你唯一威胁我的筹码也没了,你觉得我凭什么听你的? 顾州捏紧拳头,似是终于明白我不再受他控制,语气突然放软下来。 你是不是还在生我带孟佳宁回家的气? 我和他之间没有什么,我知道你在大学的时候最讨厌他,我从头到尾找他都只是为了气你。 他继续说,如果你表现得更爱我一点,我就不会这么做了。 所以,他说他做这一切都是为了试探我爱不爱他。 我觉得挺搞笑的。 我问,你确定你和他没有发生肉体上的关系吗? 之前我打电话给你的时候可是凌晨一点多。 你身边还有个娇娇的声音叫你阿周呢,你说没什么就没什么,骗鬼呢? 回答我的是顾州长久的沉默。 半想,他突然说,那你呢? 你就没有骗过我吗? 当初在舞台上故意摔倒勾引我的是谁呢? 想尽办法嫁进顾家,不就是为了顾家的钱吗? 所以,他觉得我当初在舞台上摔倒是故意的。 原来我心动的衣食,在他心中不过是一场作戏。 难怪之前对我的评价是一个死缠烂打的骗子呢。 我自嘲地笑笑,不忘反问,谁这么跟你说的呀? 不带他回答,我继续道,应该是孟佳宁吧。 他大学时就老是被刺我,我说,怎么你们就突然搞在一起了呢? 顾州反问道,是他又怎么样? 你敢说,你不是故意的吗? 你分明是舞蹈专业的第一,怎么会放舞台上摔倒这么低级的错误? 为什么会摔倒? 当然是因为那时怦然的心动。 我扯扯唇角,淡淡道,为什么不敢? 那时候摔倒,是因为和喜欢人的对视了,一紧张不就摔倒了。 顾州眼洁微颤,震惊,欢喜各种情绪在脸上交织。 顾州,你总是这么自以为是。 我后退一步,别人说什么你就信什么,我真怀疑你这样的智商是怎么经营公司的。 顾州唇半动了动,艰难地从喉间挤出几个字,我不知道,我气笑了,不知道你不知道问。 想知道什么,直接问不就好了,顾州你是没长嘴吗?不知道嘴长在脸上是用来解释清楚误会的吗?要是不用,可以捐给有需要的人。 他宁愿相信之前与他素不相识的人孟佳宁,却也不愿意多花哪怕一分钟来问问我。 这就是顾州,蛮横,霸道,不讲理。 那还真是要恭喜他,终于把我对他所有的感情都消耗完了。 我不再和他多说什么,直接转身离开。 陨落的表演视频发布到网上迅速上了热搜,开始有各种邀约递到我手里。 等到这部舞蹈剧的热度被炒得奇高的时候,我找了几个营销号放出了顾州出轨的证据还有录音。 起诉离婚很是顺利,除了结婚这四年的夫妻共同财产,顾州作为过错方得给我不少赔偿金。 等到孟佳宁主演的声息开演,我和他开始纷纷被人拉出来做对比。 我靠,这跳的是个什么鬼,不是都号称大制作吗? 这个剧组选的舞蹈演员怎么这么差? 我觉得我也能上了。 不会吧,不会还有人不知道吧? 这个女主是小三,靠着我们安安的前夫上位的,本来这个角色就不是她的。 她还抢了江安好多次角色,好像还是靠着江安前夫拿到的。 真是不要脸啊,也不看自己长得什么样,果然是一对渣男贱女。 我和顾州孟佳宁三个人的事情在网上不断发酵。 从别人这里抢走的东西,终归是要还的。 孟佳宁没好好练习基本功,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了勾顾州身上。 这样的人又怎么可能带来好的表演? 顾州想攻关车热搜,我也没闲着,用分来的一大笔钱马不停蹄地买热搜。 终于,事情发酵到了顾州控制不了的地步。 顾州很快发了澄清,说这是我和他的私人事情,不想占用公共资源。 事实也并非是网上所传的那样。 总而言之,就是说他有隐情。 我大放回应,震惊。 某集团总裁不到三十失去说话能力,找小三怒鸡原配。 顺手又放出了那日我和顾州摊牌时的录音。 一通操作下来,热度又再度狂飙。 顾州公司的股价也一跌再跌,投资人纷纷撤资。 一个公司不可能只有他一个人,很快,其他股东联合起来抗议,要把他推下执行官的位置。 和顾州离婚后,我还见过他一次。 酒会上,他单手撑着下巴,目光离散地摇晃着杯中的红酒。 我在他面前坐下,淡淡道,听说现在顾集团马上要一主了。 我看你在这里拉了半天的合伙人,结果人人现在都对你避而远之,怕你影响了他们公司的口碑。 顾州抬眼看我,目光停留在我的的脖子下方。 他目光一顿,脱下外套罩在我身上。 谁让你穿这么少的? 语气还是这么不容拒绝。 我有些想笑,顺手扯下他的衣服扔在地上,我叫我自己穿的,我做我想做的事情,用不着你管。 哦,我忘了,你现在管好你,自己都费劲。 我,顾州脸色有些难看。 他向来是个高傲至极的人,又怎么忍受得了这些打击。 他摸了摸,伸手想摸我的脸。 我嫌弃地躲开,扔他僵在原地。 我爱你。 他低声道,之前是我错了,你要是喜欢跳舞,可以继续跳,以后我也会支持你。 捏着水杯的手紧了紧,他试探着问,你,还爱我,对吗? 我刚想说他做梦呢,肩头突然被一只大手付住。 裴洛云将我往他身边拉了一步,起唇道,裴太太跑哪里去了? 害得我好找。 顾州不可置信地看着我,重述道,裴太太。 我僵硬地侧身去看裴洛云。 他恰好也在看我,忧伸的眸子似乎要将人吸进去。 半想,裴洛云一开目光,摇了摇手中的红酒,向顾州举杯后一饮而尽。 他懒懒道,谢顾先生放过小安了,不然我怕是再暗恋个十年都没结果呢。 暗恋? 明明没认识多久,他还真是说得出口,甚至说得那么顺口。 不过这样能气气顾州挺好。 我又悄悄往他身边靠了一步。 裴洛云低笑一声,扯了扯我的脸颊,宠溺地说,我爸恰好也来了,他想见见你,我们先走吧。 说着,他握上我的手,不顾顾州的目光拉着我离开。 我原以为他说要见他父亲是开玩笑的,直到真的被引到他父亲面前。 我尴尬地笑笑,叔叔,好啊,裴洛云一脸慈祥地看着我,小安啊,洛云都和我说过了,我和你爸妈呢,也都见过面,打算什么时候领证啊? 我? 裴洛云冲我挑挑眉,摇晃着酒杯又浅浅抿了一口酒。 尬聊了好一会儿,我才知道,原来当初将加那笔起死回生的资金是裴洛云和他父亲共同投的。 因为生意上有些往来,他甚至早早就见过了我爸妈。 等裴平离开,我暗暗掐了一下裴洛云的胳膊,你干什么? 裴洛云弯下腰来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,一字一句道,怎么? 看不出来吗?在逼婚啊? 我?我们才认识多久? 你开什么玩笑啊? 裴洛云懒懒道,可我认识你已经六年了。 等等,我狐疑地看他,你刚才说的什么暗恋,不会是真的吧? 他笑着将我扯进怀里。 江安小姐每一个舞台下都站着一个我。 只是那时候来不及上台扶起你,就这么看着你喜欢上别人。 半想,他呼出一口气,庆幸地说,还好等到了。 后来顾州尝试过找我很多次,我没理他。 没过多久,我就看到新闻说顾市集团换执行官了,甚至名字都改了。 有一次去剧组排演,我看到了蹲在路边吃盒饭的孟佳宁。 即使长得不算差,现在也没有剧组敢用他。 顾州垮了,没了他的庇护,又毫无实力可言,他现在只能做些基础的工作打打杂。 之前签下孟佳宁的那个导演,托人给我递过本子,我只看了一眼导演的名字就气了。 麻烦你给你们大导演带一句话。 就说我情绪不到位,演不了他心里的女主角。 裴洛云在旁边看着我,扑斥一声笑了出来。 我问,你笑什么? 裴洛云慢条丝里地在我面前坐下,单手撑着下巴,我觉得裴太太很有我的风范。 后来,在我不断地逼问下,裴洛云才承认那天碰巧载我回家,居然是他开着车绕那段路,走了无数遍。 次次刻意从我身边驶过,见我无动于衷,他又心里怒骂一声,绕着路开回来。 要是我没拦到你的车泥,打算怎么办? 能怎么办,继续制造偶遇的机会咯。 我把他推开些,你是变态跟踪狂吗? 裴洛云又没皮没脸地贴上来,我只是一个暗恋了江安小姐很多年的人罢了。 好吧,我现在真的成了裴太太了。 全文完。 都会说完了。 感谢观看